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山木是找了几部经典的动漫 又看了一遍 上期我们说了泰星莱克比较吸引人的情节 那么本期呢 我想谈一下这部剧的起源 以及它吸引我的几个方面 如果你感兴趣就请往下看吧 说到泰星莱克的起源 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吉恩·罗登贝瑞 1960年 吉恩·罗登贝瑞撰写了一个剧本 并到各大电影公司走访 希望能够投拍成电视剧 但因为其情节与当时其他电视剧风格格格不入 没有谁愿意收购 最后一家小型电影公司工作室看中了这个剧本 然而这个工作室的规模远远不能和当时的电视剧头 米高梅等相辟敌 这未免让吉恩有些失望 但他还是选择赌一把 1964年5月11日 经过三年的谈判 吉恩最终把剧本卖给了这家工作室 而这个剧本便是星际迷航的起源 虽然和我们现在熟知的星际迷航还存在很大差距 但是其故事梗概和框架结构已经出具规模 泰星·莱克正是星际迷航剧本的作者 吉恩·罗登贝瑞所撰写的一个一小时长度的剧本 可惜的是 在他生前未曾发表过这个故事的构想 直到他过世之后 妻子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被发现 后来 这个故事结合了一些他自己的延伸性零星笔记 经由许多科幻作家改编充实 最终变成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泰星·莱克 吉恩·罗登贝瑞的故事经常反映他的社会观点 他所塑造的人物往往非常多样化 常用科幻故事作为社会问题的隐喻 他的故事情节也通常在情感和逻辑之间发生冲突 这些特点在《泰星·莱克》中也有所体现 而这部科幻电视剧之所以吸引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它的整体风格融合了多种元素 科幻 侦探 动作 里面既能够见到如异形演变的武器和精彩的打斗 还有地球人和外星人斗智斗勇的桥段 各有贯穿整个故事情节走向的谜团的破解 显得既神秘又有剧情 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的新鲜的 第二 配乐和画面极具考究 音乐就不用说了 一想起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非常有科技感 引人入胜 据说这部剧也是投资巨大 声称是美国第一部使用35毫米胶片拍摄的电视剧 加上大量的电脑特技 使得其风格更接近好莱坞电影大片 这个特效我现在看起来觉得不足为奇 但当时可是相当的震撼了 第三 里面的辩证观点使其内核更加引人深省 这部剧存在两对辩证的讨论 第一对是对于太行人性格两面性的讨论 一方面他们仁慈 善良 富有同情心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冷漠的 甚至还带有如同人类一般对权力渴望的劣根性 但在得到人类膜拜的时候 他是享受的 而另一对是对于人类性格两面性的讨论 一方面人们是脆弱的 是需要寻求情感慰藉的弱小存在 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太行人身上 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另一方面人类也有自己的坚强和信念 在面临危机的时候 他们会帮助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让太行人感到疑惑的 对于人类的脆弱和强大 太行人想去探究 于是整部剧的观点升华了 不存在绝对的对与绝对的错 一切都是尚可讨论的 这就是整部剧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那么我们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感兴趣的经典剧集 都请不要吝啬地私信给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最近视频也是刚刚起步 希望大家早发现早关注 小手点点做运动 摆大up任你控 那么我又不要脸的求了一波关注 也希望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给我说 有小分享的回忆故事 也可以告诉我 那么我是珊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